这道门改变了无数女子的命运 公顺与忠贞是门的名字 也是走过这道门的女子们必须恪守的训诫 这是鲤鱼跳龙门的起点 也是冰火两重天的戒碑 这张照片拍摄于清末光绪年间 列队站立的小姑娘是轻功的应选秀女 中国历代君主都要选择美女充施后宫 清代皇帝与以往不同 创立了独特的选秀女制度 上至皇后下至宫女都是在奇人女子中挑选的 从清宫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来看 秀女与我们印象中的后宫加厉相去甚远 这条路是秀女进宫之路 由最北边的神武门进入紫禁城后 这些稚气未脱的少女会在顺针门前停下 顺针门是神武门通往内庭的重要通道 无故静开 明清两代的后宫女子走进顺针门 心情或许相似 命运却不相同 明代的宫女将在皇宫内度过一生 年老或患重病 会被安置在北海附近的安乐堂 在那里走完人生 而清代宫女在宫中服务的时间有限 如果没有得到皇帝的遇性 到了二十多岁时 就可以出宫成为自由人 若患病 可以提前离开皇宫 morph种生为自由装置 顺真门内的世界 门外的人 其实也有机会得以窥看 顺真门 紧邻北门神武门 太后皇后 出宫游园或者返回大内 太监出宫办事 回宫交差 都由神武门出入 神武门开启的时刻 顺真门外 就成了宫中女眷 与亲人会面的地方 大家在这里交流感情 互赠物品 这些事情都是违反公规的 然而 森严的公规很难遵循 到了清末慈禧掌权年间 连最普通的宫女 也有机会与家人相见 甚至有了每月固定的时间 这一天 顺真门外的热闹 堪比当初选秀女 这处古色古香 幽静安密的娱乐场所 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 位于乾清宫和昆宁宫之后 在紫禁城中 我对它的印象 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这段对玉花园最美好的记忆 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 庄世敦 庄世敦 中国历史上 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 1919年进入紫禁城 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 在他的眼里 玉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 来到玉花园 他们脱下龙袍 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甲山 山洞 古树和曲径 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玉花园的永道 花卉 戏曲 美人 典故 五颜六色的卵石 九百幅图案 石间也栽种在这里 一株木化石 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 还要古老的记忆 还要古老的记忆 前朝罕见的树木 在这里涌现 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 从这里开始 玉花园 玉花园是紫禁城的肺 石头洗去棱角 甲山桥装云朵 在这里 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 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 万里江山 凝结在一株盆栽 足不出户 尽收天下之美 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深谙园林的奥秘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氏墩 皇上在玉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 对于宫内蜀臣们来说 这是破天荒的 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诗的问题 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 这个请求马上得到英语 在玉花园我的庭格中的会见 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 我想是如此 在这一年 溥仪在庄氏墩的帮助下 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 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总是玉花园 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 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这一幕真的在故宫中发生过吗 两百多年前 中国乾隆皇帝爱上了敌人的女儿 百般殷勤却不能得其心 而玉德堂正是这位阿拉伯女子 在深宫中的遗世 关于乾隆皇帝和湘飞的爱情传说 有十几个版本 最重要的证据 都指向故宫五英殿后的奇特建筑 玉德堂 这个神秘的小房间 在最近一百年名声大造 甚至与东西六宫齐名 历史上 玉德堂只在一九一四年 开放过一次 此后再也未见其真容 玉德堂 位于五英殿院内西北平台上 左北朝南 面阔三间 黄琉璃瓦卷旁歇山顶 表面上并无显眼之处 奇妙的是 从顶部看 它有一处少见的穹顶 穹顶下方 是玉德堂中式建筑的后半身 也是传说中最神秘的地方 难以想象 在以中理为最高建筑原则的 汉家宫殿中 竟然有这样古怪的房间 这是一座 水也无法否认的土耳其式建筑 它的功能正是浴室 墙上贴的是素白琉璃面砖 后墙上有壁炉可以烧水 然而水从哪里来呢 原来沿着管道人们发现 高墙之外有一座井亭 石草把水引进锅炉 然后蒸汽 充满浴室 最早把玉德堂和湘飞联系在一起的人 正是最早进入故宫的文物研究者 1914年古物陈列所开办展览 他们找到了一幅 疑似宫廷画家朗士宁的作品 挂在了玉德堂的门口 并配写了一篇《香飞适虑》 从此故宫中的小小土耳其浴室 声名大振 但历史常常并非按我们想象的那样发生 历史记载 乾隆皇帝的祖父康熙 在五音店开办皇家印刷厂 玉德堂曾经被用来征晒纸张 乾隆的父亲和他本人 都延续了这项工作 并且成就显著 我们很难想象 一位皇帝宠爱的妃子 会在工人和百官的注目下 专门到这里来洗澡 可这里分明就是一所浴室 如此严守礼法的明清故宫 为什么会在皇家文化俱乐部的后院设立一间浴室呢 研究者发现 与五音店位置对称的文化店后院 有一言锦 名为大袍锦 正所谓左袍右玉 这与周礼中的规定奇迹般的巧合了 学者推测 故宫设计者在布局中留下玉石和锦 是因为这两处暗合了儒家经典的记载 以此可以证明宫殿的玄址与建造 是受到上天暗示的 所谓玉德 也是有出处的 典出《礼记如行篇》 《早生遇得》 公元1722年12月20日 康熙皇帝病逝于畅春园 一个时代结束了 即将登基的雍正皇帝 从这天起开始在养心殿居住 在古代 为父母守丧时居住的棚屋叫以炉 养心殿当时就是雍正皇帝的以炉 二十七天后 雍正皇帝脱下丧服 不过他并没有按惯例入住前清宫 而是正式搬入了养心殿 雍正皇帝对自己这一行为做出如下解释 本来我是应该入住前清宫的 但我想到那里是父皇六十年统治天下的地方 住在那里 住在那里心有不忍 对雍正皇帝 是宫中造办处的作坊 是宫中造办处的作坊 但当时在众皇子中 关于他密谋夺位的种种传言 早就沸沸扬扬 因此雍正皇帝有不少潜在的政敌 或是出于安全考虑 他没有住进前清宫 而是选择了建筑格局更严谨的养心殿 雍正皇帝的这一选择 使他偏离了紫禁城的中轴县 看起来似乎有些违背封建法统 但现代学者发现 实际上雍正皇帝并没有离经叛道 紫禁城中轴县两边的建筑对称坐落 凤仙殿是明清皇室祭祀祖祖先的家庙 与凤仙殿遥遥相望的正是养心殿 雍正皇帝居住在这里 符合周里所讲的左祖右舍 舍是政权的象征 因此在养心殿 玉与天下是合乎封建法统的 在这座宫殿里 雍正皇帝度过了十三年的帝王生涯 后来又有七位皇帝在这里居住办公 一直到清王朝终结的那一天 前面一堵墙 这堵墙我们都知道叫做面壁思过 那么皇帝中间有一把他的龙椅 他不可能一眼看到这个墙面 所以我们在这摆放了这么一个圆域的玉壁 正对着养心殿明殿宝座的玉壁 寓意面壁 提醒皇帝时时反省自己 这块玉壁也有天元地方之说 李正时一抬头看到的正是设计江山 天下万民 玉壁的两层含义 雍正皇帝也许都明晓 所以他亲笔写下中正人和 告诫自己不忘恪守儒家的为君之道 1722年12月24日 雍正皇帝举行登基大典 清朝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即将出场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12年2月12日清晨 养心殿东暖阁 紫禁城最后一次朝见一事 龙玉太后写年幼的宣童帝溥仪 颁发了退位诏书 延续了268年的秦王朝 正式谢幕 中国2132年的地质 到此终结 由于局面悲情而混乱 东暖阁那面黄色的布帘 忘记放下 龙玉太后满脸的忧伤 深深地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时光倒退116年 嘉庆元年正月初一日 乾隆皇帝早早起了床 阳性殿东暖阁的名窗贬下 香满珠宝的金欧永固碑 已经注满了用来解毒驱邪的图苏酒 八十六岁的乾隆皇帝 颤颤巍巍 写下几句吉祥话 这是乾隆作为皇帝 最后一次名窗开闭 几个时辰后 善未大典即将开始 几个时辰巍巍 贵 再靠手 再靠手 养心殿东暖阁 作为举行明窗开闭仪式的地方 始于雍正皇帝 并一直延续下来 但是1861年冬 这个不起眼的小房间 突然被历史的聚光灯照亮 一个女人 出现在冬暖阁的黄色帘幕后 其后的四十八年 她将在这里统治天下 她就是慈禧太后 有关太后垂帘听政的旧地 最早可以追逐到战国时代 在后来的帝制中国 也有不少类似的情况出现 所以之前 大臣们就悄悄搜集了 历代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典章 作为历史依据 第一次垂帘听政大典 在1861年一个冬日清晨 据两朝帝师翁同和日记中的记载 皇太后前设八扇黄色沙坪 皇帝的宝座设在沙坪前面 大臣们依次祝贺行礼 后来又不知何时 沙坪换了布帘 其实在逾越了旧职之后 这层隔膜也不重要了 慈禧太后居住的楚秀宫 为天见一座小房子 曾推倒了一堵墙 黄色布漫展开 红色宫墙倒塌 像是不祥的讯号 预示着大清国 正渐渐退化成一个空虚的外壳 人心瓦解 国事土崩 浓郁太后的意志里 这样形容当时的形式 其实瓦解土崩 又何止于数年数月 数日 雍正元年春节 这一天 十一道玉址 从养心殿西暖阁发出 整顿励志 由此雷厉风行地展开了 养心殿西暖阁 曾经是嫔妃休息的地方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入住养心殿后 这里从休息室变为办公室 政治上的重大决策 都在西暖阁酝酿你定 几乎每天 雍正皇帝都要在这里工作到深夜 他每晚的睡眠时间 甚至不足四个小时 他在位的四千二百四十七天里 平均每天逐批十份奏折 现存的四万多份奏折上 他的批语就多达一千万字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 几乎没有出过北京城 去世头两天 尽管身体不适 他仍在处理政务 雍正皇帝用他的勤勉 进行了自己亲笔写下的承诺 在秦政亲贤贬下 他引用了战国时代思想家 甚至的两句话 整顿励志 只是雍正朝一系列改革的序幕 雍正皇帝是名副其实的改革家 他在位十三年 比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 做出的改革还要多 尽管当时改革遭遇不少质疑 然而后世学者认为 正是这些改革推动清朝 出现了长达一百三十四年的 康庸前盛世 前隆年间 在两年赋税全勉的情况下 国库存银连续七年 保持在七千万两左右 人口增至三亿 将土面积达到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雍正皇帝刚刚即位的时候 为防外人窥密 在西暖阁外设置了红色的挡板 也许是光线因此变得昏暗 于是将西暖阁的隔膳窗 换成了玻璃床 狭小的办公室 随明亮通透起来 这些微小的改变 连同这个小房间里的故事 如今都成了历史踏写的手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凌晨三点 紫禁城还在沉睡 前清门广场上的军机职房 照立灯火通明 军机大臣 手持刚刚密封号的御址 焦急地等待兵部来人 这份御址将禁由兵部 执法驿站传送 以日行三百里的速度 寄送到地方官员手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雅长七年》 朝廷对西北佣兵 军报往返频繁 由于内阁居内庭过远 办事效率低下 且容易泄密 雍正皇帝 设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与养心殿相距 只有五十米 在地质中国 这已是离皇帝最近的管制核心 军机大臣在养心殿面临皇帝扣狱 之后回到这座简陋的房间里 将扣狱草拟成文书 再返回养心殿 让皇帝过目 一去一返 不过一两个小时 而后 遇至密封 叫兵部帝王 雍正皇帝正式通过军机处的高效运转 实现了国师的肃义肃败 并完善了一套政务保密制度 军机大臣在凌晨时分期开始工作 他们被皇帝严格要求 当日是 当日毕 军机出廊下 常常摆放着烧饼 油条等食物 已被加班的大臣们冲击 军机大臣必须随叫随到 半夜三更听传叫 闹得家眷也心惊 这两句流传于当时的话 形象地描画出了军机大臣的生活状态 过快的工作节奏 让大臣们倍感紧张 军机处地面上隐约可见的凹痕 也许就是焦虑的夺步 留给青砖的记忆 军机处的气质是物实精干 所以雍正皇帝写下一堂和气 在这个高效运转的机构中 人和 远比天时地利 更为重要 作为中书 军机处上演了这个王朝最重要的启程转和 当清廷打败太平军的消息传来 咸丰皇帝欣然提携喜报红金 光绪皇帝筹备立宪的上誉 凝固了那段曾令他热血沸腾的 短暂的时光 时光似水 如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1722年 雍正入住养心殿后 养心殿西暖阁 便成为皇帝的办公室 国家大事大多在这里做出决定 下发全国 乾隆继位后 对养心殿进行了改造 他在西暖阁里 增添了一间不足八平米的小屋 这就是文明于世的三溪堂 三溪堂如此有名 是因为里面收藏了三幅书帖 那一年 乾隆终于获得王羲之的快雪石擒帖 王献之的中秋帖 和王寻的柏远帖 快雪石擒帖 只是王羲之的手扎便条而已 上面意思说 王羲之拜上 刚才下了一阵雪 现在天又转晴了 想必你那里一切都好吧 那件事情没能帮上忙 心里纠结至今 世上很多事情 就是这么无奈 王羲之拜上 山阴张侯亲起 就这短短数语的便条 让乾隆如醉如痴 一生竟对子帖 做过七十三次提拔 而这些提拔 就是乾隆在三溪堂里 一遍一遍临摩和玩味之后写下的 在三溪堂记中 乾隆提到了 是溪贤 贤溪圣 圣溪天 就是三溪堂名字的由来 这也是乾隆对文化本质的感悟 在于不断提高修养 而去除贪欲与杂念 恢复人的自然本性 才是修养的最高境界 这和养心殿名字里的寓意 养心莫善与寡欲的意思暗和 三溪堂 三溪堂很小 小到只能容下皇帝一人 在此官帖席字 就连隔窗 壁瓶 囊匣 贴落等物件都是微缩版的 就在这狭小的空间里 乾隆皇帝沉浸在文化的 修心养性中 并把自己的感触 系统的归纳 整理出来 1747年 乾隆主持刊印 三溪堂法帖 包括三幅西式极品在内的 三百多幅书法真品 公诸于世 这成为之后一系列 文化盛世的良好开端 小小的三溪堂 就像一个小小的文化发射台 辐射出一个绚丽多彩的 文化盛世 1723年六月 郎中宝德接到玉址 在养心殿后寝宫 要开一个活动窗 并装上玻璃 就在这一年 养心殿取代了乾清宫 成为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 养心儿子 取则孟子的一句话 养心莫善于寡欲 雍正之前 这里只是一座普通的宫殿 雍正皇帝继位后 没有按惯例 住进乾清宫 而是移居到养心殿 他给外界的理由是 父亲康熙皇帝 在乾清宫居住了六十多年 自己不忍心再住进去 但从他后来的生活规律来看 移居养心殿更重要的原因 移居养心殿是为了节约时间 从此 这个局促的空间 成为了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地方 在紫禁城里 采光好坏 是衡量宫殿地位的重要标志之一 为了改善养心殿的采光 雍正元年六月 郎中宝德接到玉制 在养心殿后勤宫 西次间后窗下一扇中心的位置 开设一活窗 窗外做三面窗罩 面暗玻璃 这是有记载紫禁城的门窗 第一次装玻璃 这一年的初冬 养心殿后勤宫的窗职 变成了玻璃 房间变得通透 并不代表不私密 相反 雍正移居养心殿的这一举措 是高度集权的重要变革 航梁宫殿地位的另一个标准 是室内的陈设 尤其是当时在宫廷里风靡一时的钟表 对于西式勤政的雍正皇帝来说 钟表越多 就是说明这个地方越重要 停留的也就越久 时间对它很重要 每天皇帝在这里休息 若要处理政务 只要穿过堂子 不到一分钟 就可以来到前殿办公 这种类似现代商助两用式的环境 虽然有些局促 却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 在雍正十三年的皇帝生涯中 基本保持了下床就上班的生活规律 从雍正皇帝开始 清朝有八个皇帝 把养心殿作为生活起居 和处理政务的地方 时间长达近二百年 如今这里成为除故宫中轴县外 参观人数最多的地方 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唯一一处 中国皇帝的庆宫 水晶 寓意纯洁无瑕 光明磊落 放在后妃的居所 是一种美好住院 同时也告诫后妃 作为皇帝的女人 要兵清御劫 母仪天下 公元1889年 正月二十七日子客 在瑟瑟的寒风中 一位皇后的凤鱼 从大清门进入皇宫 龙玉皇后是慈禧的侄女 此时的她 心里一定充满了欣喜 但是 宫廷里很难有纯粹的婚姻 她与光绪皇帝的结合 从一开始就蒙上了阴霾 龙玉皇后正式的寝宫 在中翠宫 但遵照慈禧的意思 她却经常住在 与光绪皇帝寝宫养心殿 相邻的地方 慈禧太后亲笔为这里 提名体顺堂 希望龙玉可以做一位 体贴和顺的皇后 然而 慈禧的一番苦心 却没有改善 帝后之间的关系 每天皇帝进晚膳的时候 所有嫔妃 齐聚养心殿后院 静静等候 因为晚膳之后 皇帝将亲手揭开悬念 在这个游戏般的仪式中 龙玉很少收获惊喜 真正得到光绪宠爱的 是居住在景仁宫的真妃 因为光绪的过度宠爱 宴喜堂西围房 成了真妃的第二座寝宫 细心的光绪 逼人在这间屋里 多设一个账卖 一幅板帘 一席大入 甚至一度把这里 当成用善和意识的地方 相比宴喜堂 体顺堂多少显得有些冷清 这就是皇宫 仅仅一墙之隔 有的是集合万千宠爱于一身 有的却独守哭灯 寂寞一身 当一个女人的婚姻成为政治码码后 她的人生就变成了一场悲剧 这水晶赋予的美好祝愿 并没有给皇后带来幸福 她见识的 也许更多的是一个女人 一八七五年一月八日 晴 今天是齐雪的日子 我今天本不打算出门 想整理一下书籍 九点多 突然接到军机处的信 访皇太后的一尺 派我进玉庆宫 叫皇帝读书 以玉养正之功 而端出智之班 第十翁同和日记中提到的玉庆宫 实践于康熙年间 是康熙皇帝专门为太子允仁所建 庸正即位后 实行秘密建筑制 玉庆宫丧失了皇太子宫的光耀地位 成为众多皇子读书的课堂 为了互不干扰 这里被分割成许多格子间 清代的皇子 到了读书的年龄 就要由各自专门的从学师傅 教授功课 清末的小皇帝也不例外 1876年3月16日 年仅五岁的光绪皇帝 在玉庆宫 开始了第一天的学习生活 今天是个好天气 我们是从地 得二字开始教起的 皇帝朗诵了四遍 光绪皇帝的师傅很多 但他最喜欢的 就是这位爱写日记的翁师傅 在光绪皇帝的成长中 翁同和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幼年离开父母 在深宫大院之中 小光绪显得无依无靠 凡事都要听姨母 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安排 每天的读书情况 都会有专人记录 在成交慈禧过目 在翁同和的日记里 光绪是个极为爱哭的孩子 今天皇帝来 读书状态就不好 我想尽办法安慰他 闻叔叔的时候 突然哭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反前读书的时候 又哭了 每到这时候 翁师傅多是给予鼓励 小光绪在这里得到了 身心的双方面照顾 对翁师傅也越来越依赖 1877年8月 翁同和请假回老家休墓 小光绪在翁师傅 离开的两个月里 读书的变数日渐减少 而且不愿意出声音 三个月后 翁师傅终于回来上课了 我来到书房请安 皇帝见我第一句话就是 我想你很久了 那一天 皇帝读书读了二十遍 每一遍都大声朗诵 在二十二年的帝诗生涯中 除了因病和两次回籍休墓之外 翁同和几乎没有离开过光绪 他们的关系不似君臣 如同父子 欲庆宫的歌曲像作迷宫 清末的小皇帝们 再次学习 迷失 成长 1889年农历的正月二十七日 是光绪皇帝举行大婚的日子 二十一岁的叶赫纳拉靖芬 成为紫禁城内庭名义上的女主人 以前卿门为戒 紫禁城的外朝和内庭 截然分开 前卿 焦太 昆宁三宫的两侧 东西六宫分布左右 这里就是皇帝的女人们居住的地方 前卿 昆宁两宫有如天地 东西六宫就向十二星辰分立两侧 形成对前卿 昆宁两宫的拱位和从属 从空中覆盖 从空中覆盖 会发现这里正好是周一八卦中 昆卦的卦象 顺是昆卦的核心思想 昆顺从于代表天的前阳 明家境十四年 东六宫的永宁宫改名为成前宫 其用意就是为了点破东西六宫的寓意在于 昆顺天成前 明代皇后居住在昆宁宫 清代雍正谦以养心殿后 皇后随之在东西六宫中择衣而居 光绪帝的姨后二妃都居住在东六宫 龙玉皇后住在中翠宫 虽然龙玉是经前清门进入后宫的 帝国最尊贵的皇后 但她却几乎没有机会 行使掌管东西六宫的权利 此时的西六宫中 住着这个王朝真正的主人 慈禧太后 龙玉来到之际 东西六宫在格局上 已和明代召见时有所不同 东六宫的格局基本未变 西六宫则有了较大的变化 先锋时期 长春宫和启祥宫被打通 启祥宫被改称为太极殿 慈禧五十大寿 楚秀宫和义坤宫被打通 明代召见紫禁城时 完美的风水格局愿景 在清代让位给了功能的需求 一九零八年 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三岁的溥仪继位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 龙玉以太后身份 签发了清王朝的最后一道上玉 退位诏书 结束了大清王朝二百六十三年的统治 根据清室优待条例 殉帝仍可暂居恭敬 此时居住在后宫中的龙玉 该是何等的心情 他禅位孤儿寡妇千古伤心 每堵公寓荒凉不知魂归何所 第二年西六宫中的太极殿 龙玉在幽玉中离世 顺天成前的东西六宫 在历史中悄然应退